连续几年受到疫情影响 潮州就业中心 鲜少举办大型的征才活动 如今在许多厂商 以及民众的询问下 终于决定在9月28号 与临边乡立图书馆 办理临边新疲地区的 大型征才活动 半位涵盖品中治愈 希望有求转职需求的乡亲 永远来面试 这一次临边跟新疲地区的 现场征才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其实最近办的厂次比较少 那这一厂是因为我们觉得 厂商还是有人力的需求 民众还是有求转职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在临边的那个 球述馆要办这一场活动 那这一场活动 大概就是有18家厂商会来 有210个职缺 那职缺的 所在地大概都是在地就近 最远的就大概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东港 访辽 临边 兰州 坎顶 其实都还蛮近的 还有平安工业区 这场活动吸引了不少 邻近乡镇的厂商 前来求财 包含中钢保全公司 释出安全管制人员 全新饲料公司 释出技术员与仓管行政 博翔海上教堂咖啡 释出店长与餐饮服务员 续红环保科技公司 释出化学工程师与技术员 甚至台积电也释出 各类工程师职缺 院薪都有4万元以上 那最重要的 最比较特殊的是有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次就是有来征采 提供的职缺也相当的多 工作的地方是在散化 工作的地方在散化 然后它有技术员的缺 技术员的缺 还有那个制程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 还有制程整合跟智慧工程师 大概五六十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 跨比较远地区的 就是散化台积电 那薪水都还蛮高的 工程师最起码都是4万块以上 请待夜中或是寻求转职的民众 把握机会到常应征 为做好防疫 活动现场也将提供民众酒精消毒 量测体昏 请大家放心求职 记者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导